影片的开头是以冬季的白雪为环境,为后文的故事体现了可行性,讲述了那个年代黑土地上的人们的爱情、情谊,有天真热情的娥儿,有慈祥善良的柳巴大妈,有为革命洒热血的列车长,娥儿的养父,大卫安德烈与无数位不知名的同胞与海外友人,这是他们的故事。 在这里我主要评论的是让我十分有感触的地方,故事情节就不主要描述了,有想法的可以自己去看,演员的演技都很不错,芭蕾舞在本片中是一种异象,是美好的象征,是额儿对未来生活的一种向往,随着芭蕾的舞步慢慢向前,是在残酷战争中已经十分冷血的日本士兵依旧对美的欣赏,使他暂时放下了自己的板机。 目不转睛地欣赏着舞步,那又是怎样的令人惊叹与喜爱? 在战火中的芭蕾看到了一种战争环境下的暴力美学,勇士们在财克夫斯基的天鹅湖中完成了枪林淡雨的交锋,优美的舞步也曾一刹那幻想了人性的回归,但是稍重即逝,残酷的年代里,美是如此的脆弱和不堪一击,却又弥足珍贵。 战后的人们忍着失去爱人的伤痛,在同一片土地上重建新的和平,一切都恢复了平静,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 战争的残酷和芭蕾的唯美以巨大的反差拷问着观众的心,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,不学会遗忘又如何前行。 感谢您的观看,期待您的评论,我们下一期再见。